农历7月各大公庙举办中原普渡法会 而不少姓政也都慷慨捐赠普渡品 交由庙方捐给花莲市食物银行 而市长魏佳燕亲自前往各公庙颁发感谢状 也表示这些物资会分配后存放在食物银行 让有需要的民众前来申领 而市长也呼吁能够有更多人一起来加入关怀弱势的行列 为在南边路上的盛能工农历7月举行中原普渡法会 特别号召姓众捐赠普渡品来帮助若市 我们盛能工也办理这个普渡法会 所以我们很多善男性女性众所剩下的这个捐赠的物资 我们在今天做一个办理捐赠 捐赠的单位我们有花莲县市工所 花莲县吉安相公所 以及我们国薪里的里长于慧君 以及我们的饭饱协会 我们有四个单位 我想我们秉持这个 盛能工普渡众生的这个信念 我们来做这个捐赠 希望我们改天 我们可以把这个捐赠的物资 给它累积了更多 来照顾这个社会 其中一大批物资捐给了花莲市食物银行 市长魏家彦特别前往办发感谢壮 真的非常谢谢盛能工 我们的主任委员邱坤城主任委员 那在普渡结束之后 也将我们的普渡品捐给花莲市工所 那我们这边会依照的 我们整个分类会拿给食物银行 那也要跟我们电视机的市民朋友们说 或是县民朋友们说 我们是整个十三乡镇都可以来做一个领取的动作 那也要拜托我们营幕前的朋友们都可以跟我们十三乡镇有需要的人说 而位在花莲市广东街的福安庙也连续多年捐赠普渡品 把广大信众的善心用在最有需要的地方 今年我们的部主委的关联有增加比过年有多 我们这边都是我们花莲保安庙的信徒有一个新的关联 大家会对土地公平的信用 把他们的爱心关出来 来叫做到我们这些工作人 但是我们委员会基于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所以我们关联合基于社会的食物营行 由我们基于社会来帮我们花莲 市长卫家燕也感谢福安庙信众的爱心捐助 今天要非常感谢我们福安庙的 包括我们主任委员江湖市主任委员以及我们所有委员 那在今天捐赠了普渡物资 给我们花莲市公所的食物营行 总共是129份 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主委以及我们所有庙方 包括我们所有普渡的我们说三男性女的重信重跟大等 真的非常谢谢 卫家燕表示这些物资会分类之后存放在食物营行 让有需要的民众钱来申领 同时他也呼吁能够有更多人一起来加入关怀弱势的行列 这里会幻视报导